本季兩支球隊第二次的碰頭 這次展開了 做得都相當純熟 借球之後翻身跳投 Garcia 來手 這是一個好機會 做給胡過江 但是拿了球就不猶豫 而且他完全沒有猶豫 拿了球就起 這個球Gorcia 發頭線附近蔡文誠 大包 所以來個中距離 但是也只有1到2個play而已 哇 在那邊傳球又發生失誤 來手再把球燒回來 藍底下沒有擦板得分 因為你要到不同的國家去 而且你去不是去觀光 富邦來講的話至少他們 有一件好處他們決定在一些 水 鑽得過去 這個球翻身跳投 這個球給得漂亮 要球的球權轉移的時候 可能一個play裡面都完完全全 球界沒有 身體對抗之後沒有要到犯規 但是進攻籃板 是Charles Garcia 雙手扣進 Garcia 發頭線附近 出手 有了 所以在面對有正統中鋒的球隊的時候 打法一定要做出相對的一些調整 那麼在這場比賽 Cosia 有速度過去了 這個球好球 而且要到犯規 N1 蘇維身體對抗的情況之下 這個球也投進了 加熱 5 1 2 1 2 2 3 5